自容市長謝國良罷免案不同意票多過同意票罷免案確定沒有通過 臺中火車站有旅客因為遲到沒搭到車不滿只換到站票攻擊售票員 不滿高雄市府颱風災後的清理效率 大寮區大寮里長拉布條抗議 曾經主導獨立運動的蘇格蘭前首席大臣薩孟德逝世 觀眾朋友你好 歡迎收看十月十三號公視晚間新聞 我是歐運榮 新聞一開始我們先來關心 基隆市長謝國良的罷免案 結果出爐 不同意票八萬六千零一十四票 同意票六萬九千九百三十四票 不同意票多過同意票罷免案確定沒有通過 謝國良表示感謝市民跟國民黨主席朱立倫等人的支持 也會用謙卑的態度來邀請拆良團體的成員來對話 拆良陣營則宣告任務失敗 強調這一場罷免還是有近七萬人投下同意票 是史無前例 未來也會持續監督謝國良施政 我們這一場選戰已經順利結束了 謝謝大家 在台上感謝基隆市民 選舉人人數約三十一萬多人的基隆市 十三號舉行市長謝國良的罷免案 結果出爐 不同意票為八萬六千零一十四張票 同意票為六萬九千九百三十四張票 依據選罷法規定 不同意票多於同意票 罷免案確定不通過 謝國良感謝市民 強調會用謙卑態度 邀請拆良團體對話交流 對罷免案沒有通過 拆良團體宣告任務失敗 強調這場罷免 還是有近七萬人同意罷免 是史無前例 也強調未來將持續監督謝國良的施政 今天我們拿到的罷免票是有七萬票 這代表我們的新生 一路以來都有被我們的基隆市民所聽見 請謝國良市長認清到 今天有七萬名的基隆人 對你的施政感到不滿 這次罷免案也發生不少小插曲 一名網友十二號到拆良陣營的IG粉絲專頁 留言罷免成功 匯聚成員的家中丟棄油等 遭到警方逮捕 還有一名男子投票後 認為選票蓋錯 要求換票不成 大鬧投票所 兩人都吃上違反選罷法的官司 依照地方制度法規定 謝國良在2026年市長任期結束前 任何人都不能再針對他提出罷免案 記者陳阿欣 張宇佳 謝祈文 李金融 基隆報導 基隆市長謝國良罷免案落幕 不過過程中朝野對立加深 外界認為明年二月立委就職 滿一年的時候 將迎來大罷免朝 目前有不少藍綠立委都被點名 甚至開始啟動連署 政治學者指出 為了避免朝野惡鬥 罷免門檻是否適當 應該可以加以討論 監控市長謝國良罷免案落幕 然過程中朝野對立加深 外界認為明年二月立委就職 滿一年時將迎來大罷免朝 目前在藍綠支持度接近的選區 有不少人被點名 甚至開始啟動臉書 國民黨有王鴻薇 許巧 行業員之 臺中的羅庭偉 黃建豪 廖偉翔 民進黨包括 吳思瑤 吳佩毅 蔡奇昌 黃建 李博製等人都被點入 今天臺灣的這個民主應該還是 是在一個良性競爭 不是動輒以用罷免的方式 想要用報復或者是冰斗的方式 如果是繼續這樣的一個作為的話 那當然無助於朝野的一個協調 也事實上只是造成社會更多的對立而已 朝野立委都呼籲 罷免不應成為政治工防工具 而學者指出 罷免是我國憲法中 鳴定的人民權利 但觀察到近年來有部分罷免案 被政黨操作成選舉的延長賽 為避免朝野惡鬥 罷免門檻是否適當 應該可以加以討論 學友表示 目前要成功罷免 需有原選舉區選舉人總數四分之一以上同意 而選罷法二零六年修法前 則要有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門檻相對過高 要如何找到平衡點 考驗 朝野智慧 今天早上台中火車站發明一名 發生一名旅客因為遲到 沒有搭到原本的自強號列車 售票員協助更換另一班自強號戰票 結果旅客卻暴怒 拿售票口的零錢鐵盤來丟售票員 造成售票員左眼上方紅腫受傷 鐵路警察依傷害罪嫌來偵辦 假日搭乘火車的民眾比平日還要多 很多民眾都會提早到火車站 不過十三號有一位民眾原本要搭的是七點的自強號 他卻七點半才到車站 他向占物人員反映後 售票員依規定協助他改搭下一班自強號 但只有站票沒有座位 卻引起該民眾的不滿 還攻擊售票員 鐵路警察隨後也到場 將該民眾帶回台中分住所 依傷害罪嫌偵辦 而十二號在彰化站也有旅客咆哮 彰物人員 只是因為行李太多 彰物人員拒絕協助搬運 最後是警察幫忙搬行李 才讓這場衝突落幕 對於台鐵員工陸續遭到攻擊 台鐵產業工會認為 台鐵公司事後都只是敷衍了事 臺鐵產業工會表示 以要求台鐵公司針對公發密錄器 增設監視設備增加保全等職安環境事宜 進行全面性調查 但至今仍未全面 調查 將持續要求台鐵落實保障 勞工執勤安全 記者 邱子佩王龍濤 台中彰化 綜合報導 新竹日前發生兩名業性健身教練 涉嫌虐童案 檢警查出另一名中性教練也涉案 目前三個人都被羈押 境界 不過事件持續延燒 有民眾疑似因為不滿業性教練 經營的飲料店 昨天晚上發動私行正義 雜電泄糞 警方已經鎖定涉案車輛 也呼籲民眾要保持理性 飲料店櫥窗的玻璃全部碎裂 地上滿是玻璃碎片 警方趕緊拉起黃色封鎖線 這起事件發生在十二號晚間 疑似有民眾因為不滿飲料店負責人 就是涉及虐童案的業性健身教練 發動對店家私行正義 雜電泄糞 讓附近居民飽受驚嚇 很久 好幾分鐘 四五分鐘 虐童案真的 這就不是小事情 縣鎖定涉案車輛 全力進行追棄 本分局暫時呼籲 施行正義 並非實質的正義 警警調查發現新竹竹北兩名業性 健身房教練 涉刑林悅 同是未滿六歲的兩名兒女 造成孩子全身挫傷瘀青 根據飲料店常客表示 在店內常看到小男童被打得很淒慘 原本以為是家長在管教小孩 沒想到動手的夜男 根本不是男童的爸爸 進捐基金會也呼籲民眾 一旦發現孩子有疑似受虐情形 都應立即通報 以免發生憾事 此外 檢警查扣兩名業性教練手機時發現更殘忍的犯案手段及過程 而且同一健身房的中性教練也涉案 因此12號將中性教練積壓境界 檢警仍持續追查 是否還有其他人涉及虐童事件 記者 陳昌偉 張君豪 臺北新竹採訪報導 公費流感疫苗十月一號開打 不過衛福部疾管署昨晚公布 基隆市衛生局主動通報 發現有一劑國光流感疫苗疑似變質 由於同P號的疫苗分送到臺北 基隆等六個縣市 疾管署已要求該P號的疫苗預防性停用 並且通報食藥署啟動調查 要釐清事件原因 就是這支國光生計的流感疫苗 外觀呈現黃色疑似變質 雖然基隆市衛生局發現後 並未給民眾接種 但仍引發部分民眾恐慌 機關署表示 基隆市衛生局十二號主動通報 發現國光生計生產製造的流感疫苗 有一劑疑似變色 經查同P號疫苗共計驗收大約十八點三萬劑 分送到臺北 基隆 桃園 苗栗 花蓮 臺東等六縣市 已經接種七點五萬劑 其餘庫存已經預防性暫停該P號疫苗注射 並通報食藥署啟動調查 釐清事件原因 這種短期都會有疑慮 可能會有短暫的環環打潮 或大家會比較仔細檢查疫苗 這是單一支的一個疫苗的變色情形 那這個其他的同P號疫苗目前在初步的檢視 是沒有類似的狀況 不過還在持續的清查當中 機關署強調 目前尚未接獲 其他類似通報 也沒有接獲該P疫苗 不良事件 今年公費流感疫苗 有五個廠牌 還有六百二十五萬劑 可供民眾接種 公費流感疫苗接種作業 不受影響 預定十四號下午 將邀集專家食藥署 基隆市衛生局及疫苗廠 舉行會議 討論疫苗品質 及接種安全 記者 台北報導 高雄大寮區大寮里長在山陀爾 封災後 就曾因為接到許多不滿救災速度的 入罵電話 委屈到想要請辭 不過如今已經是災後第十天 大寮里開封公園附近仍然有巨大的斷 防止懸空 卡在纜線上 里長通報多次都沒有下文 氣到今天拉布條抗議市府的處理效率 不過高雄市府表示會儘速清理 公園處無人 公園處無人 舉著布條抗議市府效率 高雄大寮區開封公園內的路數 三號因颱風山陀爾倒的倒 歪的歪 公園側邊還有超過一層樓高的斷支 卡在纜線上 非常危險 斷支懸空在巷弄上 黎明宅不到兩公尺 但又會砸傷人 大寮里長前後通報九次 卻被公園處推託給臺電等單位 到十三號已是災後第十天 斷支還卡著 公園內同樣一片狼藉 我們大寮是二等公民居住的地方嗎 樹是種在公園裡面的 你現在倒下來 你把責任推給別人 這樣你們不擺爛嗎 你有在重視我們嗎 蕭清祥之前就因黎明不滿相關單位救災速度 而接到多通辱罵電話 氣得想請辭 行政院長卓榮泰十二號南下勘災時 還特別提起請市長陳其邁協助未免 但蕭清祥也表示只希望市府加快效率 優先清除有風險的路數 公園處從災情發生起 全面動員 不免不休 全力搶災 首先針對道路青島路數排除 目前已恢復道路交通 並持續辦理公園青島樹木附贈 斷支清理 大寮光明路上仍有少數斷支卡在路數或電線上 地方里長 市府相關單位等都承受著災後恢復壓力 市府表示清理作業會持續進行 以求儘速恢復市容 記者陳懷與陳顯坤高雄報導 網路投資詐騙頻傳 根據金管會統計 從去年四月到今年九月 不到一年半的時間 臉書 Google 兩大平台的詐騙廣告 累計將近五點九萬件 像是擁有四十一萬粉絲的臉書社團 嘉義綠豆大小事 因為詐騙求職廣告太多 還導致社團被移除 點開嘉義最大的地方臉書社群 嘉義綠豆大小事 擁有四十一萬名粉絲 不過近來有網友發現社團不見了 版主發文表示 原來是收到臉書通知 社團內有詐騙求職廣告 導致社團被移除 班主表示 每天至少都有數十起或一百起以上的 詐騙廣告真的很困擾 為了解決國內層出不窮的投資詐騙廣告 監管會去年修訂投信投庫法 還和Google和臉書母公司Meta 建立搜報通報機制 去年四月到今年五月 有多達四點一萬件投資詐騙廣告 直到今年九月短短一年五個月 就累計將近五點九萬件 另外監管會統計近四年 民眾陳情金融詐騙案件數 從二零二一年的四百三十九件 逐年攀升 今年光是前八個月就多達五百二十三件 為杜絕投資詐騙廣告 目前除了Google、Line和Meta 早已陸續推出金融廣告實名制 包含TikTok也會配合在這個月底前 在臺灣指定法律代表和政府建立溝通管道 專家建議未來識別詐騙廣告 應該由政府機關來判定 縮短判斷和下架時間 至於電話詐騙 不妨參考新加坡 由政府推出國家級電話辨識app 讓全民可自行阻絕詐騙 記者原始郭俊麟臺報導 有四名臺灣人跟兩名新加坡人 日前到馬來西亞進行歌仔戲的演出的時候 因為簽證的問題 被移民局人員帶走調查 我外交部證實有這個情況 表示他們目前人身安全無餘 根據當地的法律 可能面臨六個月監禁 或者是新臺幣八千元的罰款 身穿華麗戲服登臺表演 但後臺卻有移民局人員展開調查 馬來西亞冰城移民局臉書 PO出了多張照片 指出四名臺灣人和兩名新加坡人 十日晚間在北海一帶廟宇進行歌仔戲表演 但他們都只有觀光簽證 沒有或核准的工作簽證 因此被帶走調查 四名國人以免簽方式入境馬國 從事表演工作 由於未事先申請準證 根據馬國移民條例的規定 將可能面臨六個月的監禁 或約新臺幣八千元的罰款 或者二者兼失 相關當事人正接受調查中 目前人身安全無餘 外交部證實此事 也表示劇團人員 目前人身安全無餘 負責人也已經 連夜趕到大馬瞭解 有多次到 新馬演出的翠蘭戲曲工作方 負責人李翠蘭表示 劇團出國演出 首要任務就是保護自身安全 由於當地語言不通 建議先請邀請單位 協助準備工作相關文件 表演海報裡宣傳 慶祝九皇大帝聖誕千秋 原是文化交流的傳統活動 卻因為簽證問題變了掉 根據瞭解 此次演出遭扣押的劇團成員 年齡介於四十到七十歲左右 目前當地移民局沒有透露 進一步消息 記者 朱鳳志 吳其昌綜合報導 前總統蔡英文十二號晚間啟程 展開為期八天的歐洲訪問 是他今年五月卸任後的首度出訪 也是我國卸任元首第一人 十四號蔡前總統將出席捷克公園 兩間論壇 發表演說 也規劃赴歐盟總部比利時布魯塞爾 並會見歐洲議會議員 向鏡頭微笑揮手致意 前總統蔡英文十二號晚間搭機啟程 展開為期八天的歐洲訪問 也是他今年五月卸任後的首度出訪 十四號先出席捷克公園兩千論壇 發表演說 分享臺灣民主經驗 捷克總統帕維爾 美國前總院議長裴洛西等政壇 重量級人物都將與會 蔡英文也規劃赴歐盟總部比利時布魯塞爾 並會見歐洲議會議員 將創下我國卸任元首首例 另外傳出他還會訪問法國 但未獲證實 而英國微報則獨家披露 英國外交部要求蔡英文延後訪英 以免在外交大臣拉米訪中型之前 觸動中方敏感神經 蔡英文辦公室回應 來自各國的邀訪將基於整體安排 相關行程會在適當時間對外說明 就在蔡前總統出訪之際 中共遼寧號航艦編隊 許入巴士海峽附近海域 預判可能進入西太平洋活動 中國商務部則預告 要求臺灣對中國貿易限制構成貿易壁壘 研究採取進一步措施 陸委會對此嚴正抗議 並表示一味的經濟脅迫 只會引發臺灣人民反感 行政經貿辦則呼籲中方 停止以政治干預國際貿易 應遵循WTO協商解決紛爭 與我方進行溝通 不要成為破壞貿易秩序的最壞示範 結篇省紅毅 詹淑雲綜合報導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的包妹金語正十一號指控南韓派遣無人機飛到北韓的首都平壤散布文宣 北韓官媒十三號報導 金語正再次發出警告 稱如果無人機再飛到平壤首爾將面臨可怕的災難 北韓官媒北韓中央通信社報導 金語正指控南韓以無人機在平壤上空散布煽動性的謠言 認為這是違反國際法跟嚴重的軍 跟嚴重的軍事攻擊 警告如果再發現南韓無人機 北韓會強硬報復 不過南韓國防部表示 過去北韓已經十多次侵犯南韓的領空 要求北韓應該先停止投放垃圾氣球 美國總統大選進入倒數 美國副總統也是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賀錦麗 公布了最新的健檢結果 證明健康狀況良好 他批評共和黨候選人川普 宣稱自己健康 卻不願公布個人健康紀錄 川普競選團隊表示 曾經主動發布私人醫師的詳細檢查報告 川普的健康狀況相當良好 距離美國總統大選還有三個禮拜 美國副總統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賀錦麗 在當地十二號公布自己的最新健檢結果 五十九歲的賀錦麗健康狀況很良好 儘管行程很忙 有季節性過敏跟循麻疹 但藥物治療的效果良好 他也保持飲食健康 不抽菸 就被履行總統職責所需的身體 與心理任性 但他批評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 卻拒絕公開健檢報告 在現任總統八十一歲的拜登退選之後 七十八歲的川普成為歷年來 最年長的美國總統候選人 賀錦麗的競選陣營公布漸檢報告 想要藉此凸顯賀錦麗的年輕跟頭腦敏銳 來說服還在猶豫的選民 相信賀錦麗才是更適合領導國家的人 賀錦麗也表示 川普總是強調自己很健康 卻不願公布詳細的報告 缺乏透明度 認為川普的狀況不適合擔任公職 因為川普總在集會上大談虛構人物 並且敘述自己有多委屈 對此川普競選團隊表示 川普曾經主動發布私人醫師公布的罪行消息 以及七月發生暗殺未遂之後 治療川普的醫生傑克遜 對於川普的詳細檢查報告 認為所有人都能夠得出結論 知道川普的健康狀況良好 公認新聞陳盛秉 曾經領導蘇格蘭長達七年 提倡並主導獨立的蘇格蘭前首席大臣薩夢德 十二號在一場國際會議上演講 卻突然倒地 搶救無效死亡 享受六十九歲 初步判斷死因是因為心臟病發 消息傳開 英國跟蘇格蘭的政治人物 紛紛發文哀悼 照片中正在正中央合照留念的人物 就是曾經領導蘇格蘭長達七年 提倡並且主導獨立運動的 蘇格蘭前首席大臣薩夢德 但現在卻傳出他十二號在北馬其頓 跟照片上的各國人士 一起參加國際會議時 卻在演講後倒地不起 搶救無效事實 享受六十九歲 總共外媒報導 薩夢德時生時期就加入SNP 蘇格蘭民族黨 隸屬推動變革的社會主義派系 一九八二年一度被開除黨籍 但隨後的一個月內又恢復了黨籍 他在一九九零年到兩千年 以及二零零四年到二零一四年間 任職黨魁 更在二零零七年到二零一四年年間 擔任蘇格蘭的首席大權 全力推動創意蘇格蘭獨立 備受稱讚 這不但改變了蘇格蘭的政治進程 還一度讓蘇格蘭走向脫離英國 獨立的邊緣 但在二零一四年的蘇格蘭 獨立公投之中 選民以百分之五十五 對百分之四十五的票數 支持蘇格蘭留在英國之後 他就辭掉了首席大臣的職務 並且在二零二一年退黨 另外創建了二八黨 盡管薩蒙德曾經受到指控 在擔任首席大臣期間 犯下了十二項性侵性骚扰罪 但法院已經在二零二年 經過陪審團審議 撤銷了對他的所有指控 他逝世之後 隸屬的政黨二八黨初步判斷 他的死因是心臟病發 消息傳出 包括英國現任首相施凱爾 前首相蘇納克 蘇格蘭保守黨黨魁 芬德利等人 都在社群平臺發文哀悼 致敬他一聲對蘇格蘭的貢獻 故事新聞陳時彤秉 鏡頭轉回臺灣 高雄岐山跟屏東離港交界處 正在進行國道十號離港岐山段 後續路段橋樑耐震補強工程 不過今天下午三點卻發生公安意外 一台工程用灑水車 不明原因翻覆 導致五十二歲的印尼籍 籍移工駕駛受困 屏東跟高雄的消防局 趕緊派人前往現場搶救 在畫面上可以看到 倒在土坡上的黃色車輛 就是就是翻覆的工程用灑水車 事發當下駕駛就受困在車內 消防跟特艘人員到場後將人救出 不過當時移工已經沒有生命跡象 被送往齊山醫院搶救後 宣布不治 消防局同步將這一起公安事故通報 給屏東縣勞青處 事故原因由警方調查當中 再來關心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 包含臺電 中油等 今天舉行新進職員 真事出事 約二點一萬人報考 預計錄取八百二十六人 不過首節倒考率五十一點八八趴 創近三年新低 除了國營事業招募心血 臺電委外包商也面臨到缺工問題 臺電回應將輔導移工考照 預計五年補充一千名人力 坐在考場裡仔細聆聽市場人員解說考試規則 正是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 包含中油臺電等機構所舉行的新進職員 針釋 十三號上午在臺北臺中高雄和花蓮四個考區十五個考場 舉行出事 這次招考對象是專科以上的學校畢業者 性別和年齡都不拘 全臺性兩萬一千六百六十二人報考 預計錄取八百二十六人 不過第一節考試只有一萬一千兩百三十八人到考 首節到考率只有百分之五十一點八八 創近三年來新低 上一份工作大概三萬多的薪水 考進去起薪就是四萬多 那可能接下來還會再加 只是現今缺工問題頻傳 臺電除了透過考試 張目新寫 傳出臺電委外包商也缺工 據傳勞動部經濟部和臺電達成共識 從事定業相關的電氣成莊業 將視為廣泛營造業 藉此解決缺工問題 語言上面大家要先溝通 臺電來講 他確實是一個要專業技術的 那他必須要去考的證照 所以也會輔導他考證照 臺電表示除了協助移工 考照也會鼓勵委外包商給移工 優於行情的薪資待遇 期盼留住人才 記者院子郭俊麟臺報導 接下來提供您各地的氣象資料 提供您好 基隆臺北 新北 桃園 新竹縣市 十二三度到三十三度 苗栗 臺中 彰化 南投 雲林 十二三度到三十二度 嘉義縣市 臺南 高雄 屏東 十二四度到三十三度 宜蘭花蓮臺東十二三度到三十度 鴻湖金門馬祖十二三度到三十一度 明年的空氣如何 來看空氣品質指標 北部是普通等級 竹苗中部雲嘉南高屏 都是民干等級 宜蘭花東馬祖 金門 鴻湖都是良好等級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公視晚間新聞 明天同一時間再會 宜蘭花蓮臺東馬祖